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神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大的同修阿弥陀佛 上一次跟大家讲了第四课 我们还在续分当中分两部分 一部分叫正性序 第二部分叫发起序 正性序就是六种成就 有诸大士和各大菩萨 接来集会 发起序就是这部经典 与其他的经典 完全不同的地方 每部经典都有 发起奖金的原因 那我们今天学习第五课 尊者齐寝 就是无量寿经的发起序 大家看经文 尔时世尊诸根月遇 知色清净 光颜巍巍 这段话就是继承前面的 诸大菩萨不可称计 皆来集会 这么多的菩萨大士都聚到一起 聚到一起以后 大家就把这个目光聚焦在了 释迦摩尼佛的身上 所以尔时世尊 就那个时候看到释迦摩尼佛 本师世尊 他的诸根月遇 这个诸根月遇 诸根指的是 言耳鼻舌生意 这六根 我们平常看到一个人不高兴 主要是六根被六成给牵走了 牵走了以后 这个六成如果是负面的 你的六根就接受了负面的六成的污染 结果六根看上去也就不清净了 如果这个六成是清净的 你这六根对这六成 六根也清净了 所以大家要清净善知识 听闻正法 这个平时所看的 所听的 要是正面的能量 就给我们补充生命的能量 那所看所听的如果是负面的能量呢 那我们给我们消耗我们的正面能量 所以中国古人讲叫非理勿视 非理勿听 非理勿言 是就是眼根 听就是耳根 言就是舌根 实际上是有六根 但确切的说还要非理勿闻 非理勿处 非理勿想 这言耳鼻舌生意 这六根不落在六成上 那么佛陀之所以诸根能够悦 就是他所对的净 是喜悦的 是舒展的 这个悦跟悦的区别啊 悦也是快乐 悦是指内在的心情 非常的喜悦 很开心 心怀喜乐 这个悦是指舒展 这有些人啊 你看上去好像很高兴见到你 但他笑起来比哭得很难看 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太痛苦了 在别的地方很痛苦 见到你很高兴 他内心是以分别心产生的高兴 就像很穷的人 他一下子发大财了 你看他很高兴 就像肚子很饿的人 看到很好吃的东西很高兴 那像饿虎铺石一样 看上去很高兴 那个高兴其实是穷相毕露 就是看到你很开心 是因为他背后啊太多的痛苦了 分别心导致的开心 就是有喜悦但是没有欲 这个欲的意思是完全舒展的 内心没有纠结的 这种喜悦呢 就把内在的根结已经解开了 我们大家学佛就是要把六根跟六成 打成的这个心解解开 心解如果解不开 你老是困在某一种痛苦上 那你很难达到欲悦 那么真正彻底解开的只有佛陀 菩萨还有一根无名没解开 或者说菩萨还有42品的无名 没有解开 解的越多 他内心舒展的程度就越快 所以佛是诸根就是把佛的真正的境界 全部表现在他的色身当中 后面是姿色清净 这个六根是内在的根 姿色呢是外界的层 叫色层 姿跟色还不一样 姿呢是指姿态 叫显色 叫形色 而色呢叫显色 这个形色跟显色是什么关系呢 比如说这个杯子啊 它是圆的 它是有一定高度的 那叫形色 就形状有大小方圆 人的形状有高低胖瘦 这叫形色 也就是说他的脸型长得很标准 眼睛是眼睛 鼻子是鼻子 该高的高 该低的低 这叫形 这叫形色 但这个人的气色非常好 这个白里透红 红里呢 还透白 看上去很滋润 这个看上去很舒服 这叫显色 就显示出他的气色非常好 这叫姿色 那么如果你只有姿没有色 只有这个看上去很标致 但是气色很难看 脸发黑 或者眼圈发黑 这人一看上去也是不美的 所以佛陀呢 他的姿色是清净的 就是他的形状是标准的 三十二相 他的这个色泽是光芒四色的 但是世间的姿色 让人看了会生贪心 而佛陀的姿色 让人看了内心清净 所以佛教呢 要把巧霸成老做佛事 因为要度众生 所以你要显示的专严一点 这个专严 不是让别人产生贪心 而是让人产生清净心 所以平常凡夫啊 已经习惯于用六根去追逐外界的六成 成就是尘埃 就是不干净的意思 不清净的意思 而内心有尘埃 就有捆绑 就有束缚 就不自由 而清净的色呢 让你看了 既能够欣赏到它的美 同时你的内心又非常的清净 所以戒律里面说 要譬如风采花 荡取其味趣 不坏色与香 那蜜蜂你看采花的时候 它把花的那个香和味道 甜的味道都采走了 但是那个花因为被蜜蜂采了以后 那个花就更漂亮更健康更结实 不会破坏它 这个人世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 最好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关系 就是你见到他很开心 但是你不要损害他 你让他也变得更健康 人家见到你感觉很开心 也不会因为你感觉到痛苦 你也不会因为他感到痛苦 这就是佛的姿色清净 我们学佛也是要使自己变得没有污染 没有烦恼 佛陀有这样的 就是他的这个姿是因为他内在的功德圆满 就是这个清净法身 无杂无然 而外在的色呢 是他圆满报身 这个报德清净 所以让谁看了都能够适应 后面这个光颜微微 光颜微微 就是姿色还从色相上去看 而这个光颜呢 这个颜是指化身 光是内在的法身报身加在一起 那换句话说呢 这个光就是智慧的光嘛 你一看到他这个佛的这个三十二相八十岁 就知道这是大智慧的人 你看在生活当中 那个傻傻的人一看上去就目瞪瞪啊 看上去就不舒服 那有智慧的人呢 他就光芒四射 是有光 那颜呢 是指通过他的表情表现 而让别人感觉到愉悦 这就是福德的表现 那么光颜微微 就是他的智慧和他的福德 都是圆满的 现在有人有个很流行的名词叫颜值 这个颜值最高的其实就是佛陀 你看他的光颜微微 微微就像高尚一样高尚养子 你可以敬仰他 但是你永远达不到他的高度 就是内在的智慧 才能让别人久看不厌 一个人如果没有智慧啊 如果你这个空具一副好看的皮囊 但是你内在没有乐趣的灵魂 这个皮囊早晚有一天会被看破掉的 看破了以后你就不值钱了 就外面钻的是没用的 那么内在的这个智慧如果圆满了 他这个皮囊自然就会圆满起来 所以佛陀的这个光颜微微指的是 你既要有颜值还要有智慧 就内在的智慧达到极致 外在的表现也圆满了 所以成为光颜微微 就是世尊为什么会把他的福德智慧 清净法身和圆满的报身 这种功德表现在他的身心当中 这是个圆起 所以有时候你看清净善知识也好 去见一个人也好啊 如果你见到这个人 这个人看到你已经头疼了 眉头皱起来了 你就要小心今天没什么好事 如果你见到这个人 他合影悦色的 你就知道今天可能有好事 你要做事情要说话 首先要脚踏上门看八字 你先要看到这个脸色表情 佛讲每一次经都有不同的表现 这法花间你看六种震动 犯观动地 那就有大好事了 那么我们这个无量寿经 你看看这个世尊是诸根愉悦 这个非常舒展 大家看了都很舒服 这个姿色又是很清净 同时他光颜微微 那么这个时候 他的侍者阿囊就会有想法 有什么想法 大家看经文 尊者阿囊 成佛圣旨 既从坐骑 偏躺右肩 常柜合掌 而摆佛言 今日世尊 诸根悦 姿色清净 光颜微微 如鸣静静 畅畅表礼 威荣显耀 超觉无量 未尽 未尝尽 苏妙如今 为然大圣 我心念言 今日世尊 今日世尊 祝奇特之法 今日世雄 祝诸佛所助 今日世言 祝导师之行 今日天尊 今日天尊 行如来之德 去来现在佛佛相念 得无经佛念诸佛耶 何故微神光光来耳 这个阿南尊者你看 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景啊 同时呢 他说尊者阿南啊 是成佛圣旨 即从做起 为什么他会成佛圣旨 就是佛放这个光 表现出他身心非常愉悦的样子 那就说已经有动作要开始了 他不需要叫阿南说 阿南你站起来给我问问题 他不需要问 阿南完全可以察言观色 他知道佛准备要说法了 而且这个法因缘很殊胜 是不可思议的法 所以要抓紧时间 赶紧站起来问佛 就把自己的想法感受啊 要先表露出来 这叫成佛圣旨 所以这种佛 他要慈悲度众生的时候 这个弟子啊 要知道机会到了 这十步 这几步可思 十步再来啊 你必须要抓住这个时间 因为机缘成熟是很难得的 就我们大家在人生的路上 你信佛的时候 有时候也就是一念心 一个机缘让你终身信仰 但是有些人呢 在佛门徘徊好久也听不到正法 什么原因 就是机缘不具足 那我们要给自己种下很多的善根 培养很多的机缘 一旦机缘成熟了 那我们自然就会悟到 机缘不成熟啊 你花了很多精力 都在做准备的工作 并不一定得大受用 但机缘一成熟 有时候一点波 马上就点透了 所以这一点呢 阿南尊者啊 是非常熟悉的 他做佛的侍者 已经这个很多年 他完全能够理解佛 要犯观限锐的这种表法 所以他马上就寄从做起 偏弹右肩 就像我们这个袈裟 把右边的这胳膊 录在外面 常规合掌 这个里面呢 是所有听经文法的时候 必须要做到的是 身口意 这三页必须清净 这如果你三页 跟佛的三页 跟法或者跟法师 这三页不清净 三页不相应 你听法也没有受用 世俗上的人 现在很多做学问的人 他要对这个老师提出来的问题 他要疑问 他不相信 他先疑问 问了以后再去找答案 但是佛法的传授 不是让你先疑问 是让你先相信 你信了以后 自己有资本 你要怀疑 是怀疑自己内心 跟法是否相应 正常常的那个疑情 那是对真理的一种相应的怀疑 而不是对法 对师 对自己的怀疑 那这个疑是不一样的 那长门里面有大疑大悟 不疑不悟 这个小疑小悟 但这个疑是指疑情 就是你对自己到底 明不明白真理 很多人都知道 自己根本就不明白真理 稀里糊涂的活着 但是如果你觉得自己 已经明白真理了 已经开悟了 那你要问自己 你到底悟到什么了 这个时候 他要提出疑问 所以叫小疑小悟 不疑不悟 但是你对一个自己 你连东南西北门都找不着 这个佛法从哪个门进去都还不知道的 这个时候如果你怀疑 你直接就离到十万八千里了 所以佛法大海呀 是信为能入 智为能度 那信为能入就是 一切法都是从信 信为道远功德谋 信了以后 你才能够进入这个佛法大海 但进入大海之后 你要开发智慧 这个时候 你要小一小五 就对自己要不停的产生问题 产生疑虑 这个疑虑产生 马上就要追究 一追究呢 就追究到根本上 就明白自己的心了 所以这个佛法是有秩序的 他学佛是有次第的 所以信首先你要进入 那么信了以后你听法 那就要全身心的投入去听 身体像大家做在这里 不做其他多余的动作 因为做多余的动作 手机响起来了 这里动动那里动动了 你的注意力就分散掉了 这个人生难得把注意力分散掉 不能跟法相应 这很可惜的 那第二个呢 口业相应 就能赞叹佛陀 有疑问要马上问出来 所以安然尊者 他从作而起 偏躺右肩 合掌 常规合掌 这是个身体的动作 那合掌是 十个字都合在一起 是指全心全意 放在胸口 十全十美 是指全心全意的意思 全心全意 这个偏躺右肩呢 是指把自己的那小聪明 要遮蔽掉 因为我们的左手是代表理智 右手是代表感情 左手的理智 就是你脑子里面想的那么多东西 所以我们袈裟一定要把右 左肩要把它盖起来 为什么袈裟披一棒 左肩要盖起来 就你那件小聪明 别晾出来丢人了 那件小聪明 自以为是的小聪明 太过分了 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人生 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圣贤 不知道的 所以你哪那一件小聪明来啊 离圣贤太远了 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左肩先盖起来 右肩呢是信仰 信其实初步的信 都是感性的信仰 初步的信仰 就我们一开始说信佛 佛你也没看到你信什么 我们凭自己的善根福德 感性的信仰 但是到最后 感性和理性要合一 所以要合展 那这个偏袒右肩 主要是指以身体的身业全然的跟佛相应 而白佛言呢 这是口业 这个古人用这个白这个字啊 用得非常好 白就是说的意思 你要把话说明白 你要以明白的心去说 不要稀里糊涂的说 很多人说话说出来这句话 到底它的范围是多少 它的含义是什么 有时候容易夸大其词 尤其是爱吹牛的人 有时候呢 含糊其词 自己没想明白就说 说了半天 人家也没听懂 所以古人用这个白字啊 说的很好 你要说就把话说明白 自己想明白了再说 所以阿南呢 就用白佛言 说今日世尊 今天看到了佛陀 世尊是佛的十大称号 说诸更越狱 知色清净 光颜巍巍 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 这个景象看完了以后 阿南呢 对这个景象进行一方评价 怎么评价呢 他说如明镜镜 就像明镜一样清净啊 这个镜放在那里 叫明镜当台难作弊啊 我们很多时候容易作弊 怎么作弊呢 就是心里的想法 老是遮着眼 掩着遮着 不敢把自己的想法表露出来 也怕别人知道自己的心思 所以我们内心啊 不是很清净的镜子 而佛陀 彬佛陀的这种相表现出来 看上去就像明镜一样 一尘不长 明镜清净 影唱表礼 影是内在的这个镜里面的影子 唱呢 是镜里面的影子 外面的实景通畅 没有阻碍 我们很多时候 外表跟内在是不一样的 中国古人说的叫做 此爱面之活受罪的人 外面看去很风光 里面已经着急焦透了 已经难受得不得了了 就这种人他就达不到隐唱表里 最好能做到隐唱表里 就是表面跟里面 外面跟里面是一样的 是通畅的 怎么才能通畅呢 就是这个镜子没有灰尘的时候 里面外面是通畅的 如果这个镜子上面灰尘已经布满了 外面有影有这个食物 但是镜子里面看不到影子了 就不通畅了 所以人实际上如果我们 把心上的尘埃扫除干净 就像神秀大师说 身世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情服事 物时惹尘埃 就你的心如像镜子一样 没有尘埃 这个时候你的智慧自然就会打开 什么是智慧呢 就是生活当中出现的事情 你像镜子一样 把他们看得清清楚楚 看明白了 你就不会上当受骗 你看不明白 人家哄你几句你就上当了 你这个就是说说明你的内心的尘埃太多 所以贪欲心中的人容易被骗 称恨心中的人容易误会别人 又被骗又误会别人 这个是人生最糟糕的事情 但是我们在做的 我们防护中心基本上都会上这个当 大大小小 几十年人生下来上过无数次的当 如果你不好好的努力 以后还是继续上当 所以他这个隐藏表里非常重要 那佛陀他能够做到隐藏表里 像镜一样清净 由于他的内外是一体的 叫做湖来湖现 汉来汉现 外面有什么来 里面就有什么现 清清楚楚看到了 就像我们现在你看 很多地方都装了很多的摄像头 这个摄像头一装起来 很多小偷就不敢来了 因为你表里一致 里面有人看着 外面还有人摄影摄着 如果你的内心像佛一样 那谁都不敢欺负你 因为他起心动念 你都看见了 他怎么骗你呢 骗不了你了 这就智慧提高了 这个外在内在 如果通透了之后 说威荣显耀 什么是威荣 荣就是荣貌 荣乙 乙荣 威呢就是内在的威德 显是显在外面了 药呢 是让超越一般的 就是非常的显耀 光明 照耀 有句话讲叫 有威可畏 有宜可敬 叫威仪 所以我们学佛法 当居士也一样 出家人也一样 这个威仪叫相呢 很重要 威仪叫相是什么 就是你一个人做事情 做得非常的端正 端庄 你的行为很端庄 你的语言呢 恰到好处 夸别人的时候 也不要夸得 让别人感觉到特别假 你要夸也夸得恰到好处 你要批评别人呢 也不要把别人过分的 说别人坏到哪里去 就是人家错多少 你就说多少 人家对多少 你也就说多少 恰到好处的人 这种人说话就叫有威 没有威是因为你太 太吹牛了 这个谦虚也谦虚的 让别人觉得你太假了 这就不行了 所以你要内外一致的人 才能做到这一点 因为你看清了别人 到底好在那里 坏在那里 如果你没有智慧 人家吹牛的 你也跟着吹牛 你也以为人家那么好 其实那个人可能没那么好 你如果在背后 把人家夸得过火了 人家觉得你这个没智慧 那人那么差 你还说得这么好 如果人家很好呢 你也人有意味 在别人说人家坏话 人家就说 你看你真的没智慧 那么好的人 你还说他 所以你要内外表里如一之后 你的话就不会过高 也不会过低 那这样的话呢 放错误的人也容易接受 他就是很好的人 你赞召他 他也知道你是知音 所以这种呢 佛能做到 我们仿佛其实是做不到 那当然可以去努力 所以有威可畏的人 是因为他恰到好处 不多不少 大家就会敬畏你 那么另外一个呢 因为他自己内在的福德 具足了 所以他表现出来的容颜 非常当定从容 一个人很从容 不经不布 不喜不忧 这种人呢 自然会让人呢 升起恭敬之心 所以威容 他的内在的威和外在的这个容 仪容啊 是非常明显的表现出来 而当佛陀的这种 卑制双韵的状态表现出来之后啊 所到之处 无人能敌 所以叫显耀 我们普通大众 就像一滴水 撒到哪里都是一滴水 也没什么 但是佛陀的智慧像日光 他一出来 满天下都是一片光明 我们的光 智慧光 就像炎火虫 在黑暗里面 你还算有点光 在光明当中 你就啥都不是了 就是你在没有智慧的人当中 你发现自己还有点用 但是在这个圣贤的 在一个这个社会 如果很发达 很文明 大家都很有学问的人面前 我们大家就啥都不是了 所以只有佛的智慧呢 是可以为一荣显耀的 而且是超觉无量 这是绝对的赞大 就超过 绝对的超过 世间的一切有量 有向的 这种福德和表现 这是阿南尊者 他自己跟佛就这么说的 然后他要 在章上说 未尝 占独 苏妙如今 就是前面 已经几十年过来了 佛陀带着阿南 讲过很多次的法 阿南尊者说 并不是常见的 不是经常能张扬到 能亲自目睹 张扬是指一种中间的心 像上抗 就张扬 独是指亲自目睹 就亲自看到张扬你这样的 这么殊胜 这么微妙的 像现在这样 并不是常见 未尝赞独 这个是 他赞叹佛陀 就是用圣业和口业 围然大圣 围然 就是佛陀 我想 我唯一的想法 你这个圣人实在是 不是一般的圣人 是大圣 不是齐天大圣 是释迦佛 在圣人当中 他最大 因为清净法身 便一切处 这叫大圣 所以有时候 齐天大圣也叫大圣 佛陀也可以称大圣 后面我们看 这个道教 称这个 道教的祖师也称天尊 我们这里好像也可以称天尊 道教把佛经改过去 把佛都成为天尊 把菩萨都成为道人 这个道教的很多经典 道章里面 很多都是 包括大悲咒心经 他们都到样拿过去念 这个是剽窃佛教的 但他一改了 像观音菩萨 他就改成慈寒道人 这改得也挺好 这个名称就是其次 主要是他背后的内容 那个阿难尊者呢 他嘴巴讲出来了以后 他心里还在想 心里怎么想的 他也跟佛表白了 怎么想呢 他说我心念也 我看了佛这么 姿色清净 光颜巍巍啊 我的内心就在想 心里又起心动念了 这个起心动念念的什么样呢 你看后面这个五个 今日 今天发现了 佛有五个特点 这五大特点 是今天佛的 诸根悦欲 姿色清净 光颜巍巍的 背后的内容 怎么念 阿难说啊 说今日 世尊 住奇特之法 这个今日 今天 现在的当下 世尊 这第一个称呼啊 这五个称呼都不一样 世尊 住在哪里呢 住在奇特之法 非常奇怪 非常特别的法 这个特别 这个奇怪 特在哪里 奇在哪里 以前 讲的法有 但是没有这么奇怪的 今天为什么会这么奇怪 这就是 无量寿经 所要宣说的 是净土法门 往生西方净土的 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在 通图佛法当中 有相应的内容 但是 它是属于 特别法门 不是一般的法门 一般的法门 是要 自己解脱生死 叫 破见破 破失破 破成杀 破无名 要这样一层层 往上破的 但是呢 净土法门是 待业往生 直接往生到净土 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 再慢慢的 一层层 也要破 所以奇特并不是 跳出 佛陀所悟到的 宇宙实相的真理之外 而是在这个真理当中 阿弥陀佛 设立了净土法门 他由他的48大愿 来接引众生 这个愿 是他奇特之处 其他的法门里面 缺少了 阿弥陀佛这个愿力 接引 所以说破世界的众生 都靠自立 解脱生死 而只有往生净土呢 他靠阿弥陀佛的愿力 和自己的 信愿行 三知良的力量 因缘结合 决定往生 这是他的奇特之处 所以他看 坚持世尊 是祝奇特之法 他心里第一捏就捏对了 那么这奇特之法 这五句 五个今日 他表法 是表着 一个是净土法门的奇特 另外一个呢 是净土法门 它蕴含着 我们通土法门的内容 而通土法门 对我们凡夫的奇特 在哪里 凡夫的六道轮回 善恶好坏 包括你身心 空气 四肠八定 都不奇特 因为这些都是凡夫 都能做到的 那么我们的奇特 在哪里呢 我们的最大的奇特 就是 我 我们凡夫都觉得有我 天天围绕这个我 去做任何事情 包括出家修行 也围绕这个我 我要用功修行 我要信佛 我要了生死 在寺庙里面 或者在道场里面 或者居士在其 还有是非 还有矛盾 什么原因 因为大家都有我 但是 这个佛告诉我们 一切法本无我 这是很奇特的 可以说 只有这一点 佛教跟所有的宗教 都不一样 所有的哲学 都不一样 这叫奇特之法 那么这个奇特 对于我们来说 怎么办 这么奇特 又奇怪 又特别 我们又 没有 我们大家现在没有 特别 我们不知道 他特别在哪里 怎么办 这个 第一句话 阿南尊者指出来 相对应的是 实性位的菩萨 实性位 就是这么奇特 怎么办 就像往生西方 建土的特别法门 怎么办 信者得救 成正觉 佛法大海 信为能入 所以 今日 世尊 世尊是指 世间 最尊最贵 世出世间 最尊最贵 佛陀 他所住的那个地方 是要靠我们 是要靠我们 信为能入 所以叫奇特之法 如果不是奇特之法 那就不存在信了 比如说 我讲这个手上 哪一个镍珠 告诉大家 这手上有镍珠 你们相信吗 这个还要信吗 我都看到了 还要信 这不奇特 对吧 所以 你看清楚了 不需要信了 正因为我们 没有看见极乐世界 我们也没有看到无我 我们看到每个人 都在那里为我 这个你不信 你就进不了这个门了 所以只有 无知的时候 不知道的时候 但是我们相信 相信佛菩萨的德行 相信佛菩萨 所悟到的真理 这样呢 我们以信 进入了佛法的大海 所以才奇特之法 是指实行为 首先要信 那么第二句说 今日四雄 住诸佛所住 四雄 世间 我们到寺庙去 看见大雄宝殿 看到没有 那个雄 就是英雄 就是世出世间 最难得的 伟大的英雄 所以叫四雄 当然在印度 不只是佛陀 被尊称为四雄 这个大雄 就是奇纳教的 那个教主 也被印度人 尊为大雄 所以在印度 大雄有两个人 一个是释迦牟尼佛 一个是奇纳教的教主 释迦牟尼佛是 佛教的教主 那我们寺庙里面 都写大雄宝殿 就是指 释迦牟尼佛的宝殿 如果用现在的话说 实际上就是 释迦牟尼佛的纪念馆 大雄宝殿是纪念 释迦牟尼佛的 我们每天要去纪念他 那今天 世出世间 最伟大无比的英雄 他所住的 住在哪里呢 住诸佛所住 这叫实住 所以实性实住 实住位啊 实住位是住什么 实住位 按原教的说法 实性位的法 都已经是了生死无我的法 所以前面讲奇特之法 不是一般世间法 而这个 诸佛所住呢 是实住 出住菩萨就是破一瓶无名 乃至十瓶无名 这叫第一个阶段 就实住位 原教实住的菩萨 是佛陀所住的地方 第三个 今日誓言 住导师之行 这个前面的实住位啊 事实上 跟西方极乐世界 信愿恳切的人来说 前面的奇特之法 是净土法门的信 而四雄所住 是以愿力而住 所以净土中要信愿行善之良 就是我们 相信西方极乐世界 是相信了 但是你今天信 明天又不信了 或者你信是信了 你不愿去 说明你不是真信 所以偶一大师说 唯有深愿 才能证你所信 就是你真的发愿 要求生西方 说明你这个信是真的 你说我信是信极乐世界 我愿是不愿意去的 说明你不是真信 所以以所愿 来证所信 那么这个今日四雄 诸佛所住 就是指以愿力而住 阿弥陀佛 十八大愿 成就净土 现在西方三圣 乃至诸上上人 聚会一处 他住在那一处 以什么为住 都是以愿力而住 佛以四十八大愿 有没有话说 光阴菩萨 大师之菩萨 乃至往生净土的人 都以与佛相应的愿力而住 如果我们没有跟佛相应的愿力 我们也住不了 所以诸佛所住 那么今日四言 就导师之行 那就实行位 所以实住实行 实会上实地 这个开示误入佛的知见 佛出现在世间 就为了这一大事因缘 那么按这个通土法门 就实行位 导师之行 因为佛陀能引导我们 行走在自立立他的路上 所以只有佛的眼睛 才能帮助我们 走在正道上 导师之行 导师之引导 那么西方极乐世界 以什么为导呢 大家知道以信愿行 以行 作为我们实际的导 所以大师说 以所行来正所愿 是信愿行 首先是信 然后发愿 然后你就持名念佛 你就去行 然后非所行 就无以正所愿 非所愿 就无以正所信 你说我信是信了 我就没愿 那就你不是真信 你说我愿意去 但是我不肯念佛 说明你那个愿 也是轻飘飘的 那今天说愿了 其实心里也不是 心甘情愿的 也不是想去 所以你一定真想去 那你有空就念佛 所以他这个行 是指念佛之行 就是往生净土之一 持名念佛 作为行 他是我们真正的导师 这叫誓言 什么叫誓言 世间人天也末 很多丛林里面 常堂里面都会写 人天也末 因为佛陀是天上天下 三界导师 世生辞父 他引导我们 他得看见这条路 那么佛陀的眼睛 就是世间的眼睛 佛陀在露灭之前 无数的诸天护法 都会非常悲哀的感叹说 世间掩灭 佛陀才是世间的眼睛 我们世间的很多人是瞎眼 为什么是瞎眼 做事情瞎做 这个引导社会发展 如果不科学 不合理的发展 发展了半天 到最后大家痛苦不亢 就要下发展 但是你的生命 靠谁眼 靠什么眼睛来看呢 你要有一双正法的眼睛 智慧的眼睛 来看清你的人生 那佛陀的眼睛 才是我们真正的 世间的眼睛 所以誓言 那誓言 因为他在世间 看清了 世出世间因缘果报 所以他能够住在 导师之行 这叫实行位 实行位就是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通途法门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特别法门 就是这句阿弥陀佛 因为阿弥陀佛 你跟佛直接相应 是上求佛道 用一句阿弥陀佛 把自己的妄想颠倒 给转换过来 是下化众生 所以我们自信众生 是愿度啊 你不要想说 我要度天下的人 你把自己先度度好不好 自己的妄想颠倒 痛苦不堪 靠这句佛号 把他度了 而靠这句佛号 是直接跟佛相应 所以他 这句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读导师之行 所以信愿行的行之两 这是前面三个 第四个呢 是今日试阴住最圣之道 这个试阴 就是四雄 英雄 这个试阴是住在哪里呢 最圣之道 这是什么道 这是识回向 识回向 就识信识住 识回 识行识回向 第四个是识回向 回向什么呢 回字向他 回音向国 回事向离 回说婆向净土 向西方净土 所以信愿行三之两 俱主的人 你每天念佛完了以后 都有一个回向 就是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 勿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侣 那个真正严格的菩萨 就是这个 实信实做实信实回向 实地 等觉跟妙觉 就跟佛差不多了 等觉色差一点点 妙觉其实就是佛了 所以通常讲的五位 指的是信诸行向地 所以这个识回向位 所以叫最深之道 什么是你人生最殊胜的道路 什么是最殊胜的道路 回家的道路是最殊胜的道路 什么是家 诸法十相 成佛才是你的家 你如果不能往成佛的地方走 不能往开智慧 断烦恼的地方走 你人生每走一步路都是冤枉路 你不要跟人家生气 说我就是气不过 你气不过 你生气 你自己倒霉 自己下去 你生气 称恨心 自己下三个道 你贪欲的心生起来 自己到出生道去 这都不是最圣之道 那是最劣之道 卑劣的道 你内心生起 回向佛道 回向净土 回自向他 自己的功德 回向给众生 回事向你 事情做得很好 但是你知道一切法不可得 不照做 叫回事向你 回我们苏普世界的所有能力 去向净土 这样呢 把自己的家 把自己的生活 把自己的行为 把自己的心 都跟佛菩萨相应 这条道路就是最圣之道 这才是世间最伟大的英雄 所以今日是因 诸最圣之道 就回向 最后一句 今日天尊行如来之德 前面四个都是柱 看到没有 这一下 最后一个呢 要行 这个行 就是实地菩萨 所以实地菩萨如来的德 什么德 佛在华音间说 佛者绝也 犹如大地 能做一切众生 医护啊 上面是天 叫天是最高的地方 天尊 是指在最高的 最受尊重的 这个地方 什么人才能最高 最受尊重呢 你要像大地一样 让别人都踩在你的头上 大地啊 中国古人讲叫厚德载物 大地犹如抹青 抹青是最伟大的 可是抹青是最倒霉的 为什么他最苦啊 最累啊 最脏的活度的他干 你看 所以他最倒霉 但是他是最伟大的 那佛到了登地菩萨 他也是这样 就他在世间是最了不起的 因为所有都回归到新地法门当中来 叫实地 他的内心超越世间的一切 可是他愿意为众生做牛做马 这叫犹如大地 这佛就像大地一样 大地就承载一切 你看好人在地上住的 坏人也在地上住的 你非常漂亮宝贵的珠宝 在地上住的 那个垃圾最肮脏的地方 雾霾也在地上住的 大地不去分别 都给你承载 所以你不要说那个坏人 我就要拒绝他 就要把他排斥在外 佛陀是不排斥一切 他看到一切众生 所有包括地狱的众生 都应该把他托起来 所以你不要说 那个家里那个人很讨厌 那个人要不满我的意 就要把他修了 就是你的内心 一定要托起一切众生的重大 这是今日才叫天尊 前面的都还是世 世尊 世雄 世言 世音 都是世界 最后一个是天尊 天是高 世是矮 就是普通的世间 那么高了以后 他要住如来之德 所以最大的德 犹如大地 就华言经说的 那么这就是代表实地 所以地就是德 实地菩萨 用地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心地 每一个人的心 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可以存在一起 往生西方净土之后 直到成佛不退转 一定是实行大乘的菩萨道 所以这五点在通土法门 信诸行上帝 在特别法门 信愿行回向直到成佛 叫未登补处 这五个方面 所以修净土的人 知道五个内容就够了 第一 你相信极乐世界 第二发愿去 第三你好好念佛 第四 回向西方 第五 知道到那里一定会成佛 这五个方面 所以去来现在 佛佛相念 德无经佛 念诸佛耶 这个阿南的心里 想的挺有意思 他怎么说呢 他说过去未来和现在 每个佛 都是佛佛相念 这个念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心念 我们的心念是个无限电波 无限电波 你念到谁 就跟谁相应 念到谁 就跟谁相应 所以你念佛 就跟佛相念 你如果念地皮流氓 你就跟地皮流氓相应 如果你天天念那个讨厌的人 你就跟那个讨厌的人相应 所以你千万不要去想那些讨厌的人 你越想 你来生越跟他在一起 你就天天跟讨厌的人在一起 这很麻烦 但你今生如果已经又讨厌的人跟你在一起呢 是你过去生把他想过来的 所以你也认了算了 而且你现在想到他就不要再讨厌 你再讨厌 又增加了讨厌的这个因果了 那以后又有点还得跟他在一起 这很麻烦 那你只有把他想象成佛 把他理解成 往好的地方去 佛又佛之间 佛佛道统 所以佛的心念 都是清净庄严平等觉 慈悲喜舍 没有一个污染的心念 所以他说 佛佛都是相念的 我们仿佛很糟糕 都不肯念佛 佛是跟佛还能念佛 佛佛都在念佛 我们仿佛还觉得自以为是 好像觉得我很忙啊 我哪有时间念佛啊 我在那里唱歌还来不及呢 还在那里讲话来不及 干佛还来不及 就是念佛不肯念 别的都有理由 你这个很麻烦的 因为你不念佛念什么呢 不念佛就念的 色受想行使五蕴 再糟糕一点 念的是财色明十岁五欲 再差一点的是念 汤诚诚漫淫三个道 你能念什么 仿佛没什么好念的 只有你念着佛 你佛佛道通 就跟他相应了 所以阿南真的知道 过去现在未来佛佛都是相念 然后他看到说 世尊安宁 今天你的这个荣光光光发 你看清净内外 这么漂亮 这么庄严 这么殊胜 你现在是不是也在念佛啊 就这个意思 德无经佛念诸佛爷 你是不是也在念佛啊 你看你这么好 所以下次我们如果见到谁 看他这个身心自在 盲脸笑容 你就问 你是不是在念佛啊 这样 如果你看到他愁眉苦脸 就是你是不是在念三个道了 是不是这样 你如果内心想到的是贪嗔之烦恼 哎呦 这个眉头就皱起来了 那个神观都没有掉了 你内心天天想到的佛啊 你盲脸的神观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阿南问佛 也是表明了 在阿南的心中已经知道 心念什么 你就表现出什么 所以何故 那当然佛 佛到底念什么 阿南还不了解佛 他只是猜测 或者心里想 应该是这样 阿南还要谨慎 话不能说多 所以他虽然这么问 还要问一下佛 为什么你今天啊 微神光光来 光光护照 就是他这个光 不是你一个人照出来的光 而是你照到了光以后 这个光会照过来 什么意思呢 当你今天非常高兴的时候 你看到一个人 那个人很痛苦 结果看到你 他也变得高兴了 他脸上也有光了 就像我很高兴地讲 你们你看都很高兴了 这个我照你们的光 照到了 你们呢 把光也照到我这里来了 就光光护照 人人之间是这样的 你很开心地跟别人交往 别人也会很开心地跟你交往 你很愁美苦脸地对别人 别人本来一片好心 结果看到你 他本来也没有难受 看到你这么难受 他不难受也不够意思 所以还得表现同情 还得留一点点眼泪 留一点眼泪 表示同情 这就糟糕了 就坏掉了 所以 凡夫就是 污染 跟污染互相传播 传染感染 那如果是佛 他是光光护照的 这安娜问的也很有意思 后面我们再看 于是世尊 告阿南曰 云和阿南 诸天交儒来问佛耶 自已会见 问威言乎 阿南白佛 无有诸天来交我者 自已所见 问诗意 这个世尊 马上就想阿南 问得挺有意思 看平时好像 你还问不错 这么大的问题 你居然问佛 你是不是也在念佛 我们想想 佛已经很了不起了 还什么都不用念了 对不对 那佛为什么还要念佛呢 所以 阿南问完后 佛就跟阿南说 阿南啊 是不是有诸天 来教你这么问的 你平时好像 当然也没说平时 他说还是你是 以自己的智慧 来问佛的这种威言呢 这有时候 阿南证者也会有诸天 有护法 有旁人 会叫阿南去问的 那这个殊胜的问题 问出来了 所以佛要问一下阿南 实际上佛是全知者 早就明白了 但是他需要阿南亲自说出来 那么阿南就跟佛说了 他说没有诸天来问我 来教我问 是自已所见问时宜 是我自己看到 觉得你今天太殊胜了 阿南说的这句话 就告诉大家 佛的慈悲智慧的光芒 不是诸天有神通的人 才能感受到 就是我们普通大众 性愿形具足 身口一三叶相应的时候 你就能感受到 佛的这个光芒 他回答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不要一听说 那个人修行好的 都是祖师大德在来 都是佛菩萨在来 我们看很多这个历史上 很多公案 看到那个修行好的人 都觉得他是很了不起的人 然后想想我自己业章这么重 就没希望了 其实佛告诉我们 不是你没希望 每个人都有希望 阿南问出来也不是诸天 叫他问的 是他自己问的 所以阿南说 自己所见 好 我们看佛怎么说 佛言 上哉阿南 所问甚快 发生智慧 真妙变才 敏念众生 问思慧意 如来以无尽大悲 所以初心于世 观禅道教 欲整记群盟 会以真实之力 无量意解 难知难见 游灵瑞花 时时乃出 今所问者 多所饶益 开化一切诸天人名 阿南当知 如来正觉 其智难量 多所导遇 会见无碍 无能恶觉 以一参之力 能助寿命一百千节 无数无量 不过于此 诸根悦愈 不以回损 姿色不变 观言无异 所以者和 如来定会 纠缠无极 与一切法 而得自在 阿南地听 经当如说 对曰 回然 愿要欲闻 这是 佛又再说了 佛跟阿南说 善待阿南 好啊 所问甚快 你看 你要自己 问出来的 才是好的 要别人 教你问的 还不够好 所以赞叹他 说发生 智慧 你能够 问得出来 那你也是 很有智慧的 说佛 你的脸上 光着这么好 你是不是在 念佛 这个问 能问得出来 说你是 发很深的智慧 真妙变才 很微妙的变才 佛的变才 有四种无碍变才 叫 这个 词无碍 法无碍 义无碍 乐说无碍 他说 不但有这个变才 而且呢 是 泯灭众生 就悲悯 内心对众生的苦 感受到 哀鸣 问思会议 他问了这个 很有智慧的道理 我们已经知道了 就是佛 涅佛 他的光 才会照耀 那我们的内心 以信愿行 三之两句 做 能回向佛道 生命的方向 已经确定了 这是人生 最大的幸福 如来呢 是以无尽的大悲 这是后面呢 是前面是 葬汤阿南 后面呢 是 再生佛德 佛也要赞叹 也要生 这个 表明啊 佛的功德 说如来呢 是以 无尽的大悲 叫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这个无尽的大悲 就是众生无尽 所以大悲 也是无尽 这个悲呢 是指 众生有多少苦 佛都能够 深切地体会到 这才叫 无尽大悲 如果他不苦 他体会不到悲 说经哀三界 经词 哀明 这个经很有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是 既能够尊重 经词就是 对自己 很在意 很保护自己 把自己的尊严 很讲究自己的尊严 这个经哀三界 就是 对三界的众生 都很尊重 可是三界的众生 又不知道 他该尊重 所以 又很悲哀 这个悲哀 很有意思哦 一般的人说 这个人很讨厌 看不起他 佛陀说 这个人很可怜 但是佛陀说 其实你跟佛一样 你的可怜 是因为你误会了 众生本来都是 跟佛一样 亲近平等的 然后众生 又不知道自己 跟佛亲近平等 所以做出来 就 仿佛的 贪嗔痴 烦恼的事情 伤害别人的事情 你可以做到 跟佛一样 你却现在没有做到 那么可以做到的 这个本性 让佛也觉得 值得尊重 跟佛一样的尊重 可是你做不到呢 又感到悲哀 这种经哀三界 才能看到 佛教对每一个众生的生命 是无比的尊重 西方的那些什么 喊人权 喊什么民主 这些在这个经哀三界当中 你就看得到 根本不值一提 就是你真正什么是人权 当你对所有的众生 都尊重了 像佛一样尊重 那个才是无比的尊重 这个文化只有在中国 所以我们习建平主席说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 只有你感受到了 命运是共同的那个体 那个哪个是共同体呢 你的身体又不是我的身体 怎么会共同体啊 是因为你的生命的最高的境界 跟佛的最高的境界 都是完全一样 都具有体悟 证悟 真理的这个能力 所以是共同的 但是我们现在证悟不了 真理的时候 我们就变成千差万别了 从差别向回归到本质上 我们就变成一样 所以要体会到这个本体 精爱三界 所以佛陀出现于世 观察道教 为什么要出现于世 因为众生太苦了 如果这个人苦得没救 永远救不起来的 那你出现也没意义了 就像有些人说 有些宗教说 异教徒都是魔鬼 死了都得下地狱的 永世不得翻身的 那如果永世不得翻身了 你还出来干什么 你就没意义了 所以佛说 它是可以救的 地狱众生也是可以救的 可是他们现在需要救 因此呢 它要出现于世 要出现在世间 就我们 要观察道教 禅就是禅术 我们后面这个叫什么 大禅中风 看到没有 就是佛教的宗旨 中文的风格 要大肆宣扬 就是观察道教 禅就是宣扬 要把正道 菩提之道的教育 宣扬出去 观化天下 就是观察道教 观察道教有什么好处呢 他想要整记群蒙 拯救 救济 这群蒙 群蒙这个蒙就是 被蒙蔽的状态 这个启蒙呢 我们自己内在还被蒙蔽的 烦恼还被蒙蔽的 但是这个蒙就是 草之头下面一个明 上面被草盖住了 下面呢 还是明的 就我们大家真心在这里 这个烦恼的草啊 长满了我们的 这个自信本体了 我们的自信 清静 上面长了五蕴的杂草 遮蔽住了 所以用这个蒙字呢 很形象 就每个人都是很蒙 不是卖蒙 是你每个人 内在都很光明 可是你都被草给遮住了 所以这个 佛呢要拯救这个 要会以真实之力 什么是真实之力 证得真相 证得实相 这个利益 才是真实之力 世间的很多利益 并没有让你明白真相 证物实相的 那个是不是真实之力 是有苦之乐 世间的欲望 获得的东西都会失去的 这个不是真实之力 你一劳永逸的 才是真实之力 如果明白无我 从此不再轮回 那个无我 才是真实之力 所以前面的 那个奇特之法 就是原教的 信住行向地 这些才是真实之力 他就会以真实之力 无量一节 难知难见 我们无量节以来 轮回在路上 想遇到佛太难了 很不容易 说犹如灵锐花 灵锐花 灵锐的花 是指什么花呢 幽波谈花 时一现了 时时乃出 这个时时不是随时随处 是这个时候现一下 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现一下 而且一现出来 很快就过去了 这叫时时乃出 就是佛陀 他有让这个真理 出现在世间的愿望 可是众生呢 要有这个福德 能接受佛陀正法的 这个时机因缘 那也就是叫做 师之道合 机缘巧合 你才能够闻到这个法 所以这个时是这两个时 一个是佛陀出现在世的时 一个是我们大家 不被蒙蔽 不堕落在三恶道的时 我们才有机会听到法 就像今天我要有时间 你们也要有时间 两个时时在这里 好 时时乃出 这个法就成就了 那我们的修行学佛 也是这两个时 所以时时乃出 所以经所问者多所饶益 这么一问 他说你要利益很多人 开化一切诸天人 佛讲的无量寿经 可以开导 开化 打开 把真心打开 把信愿形 找向菩提之道的 这个门打开 化呢 是教化众生 教化一切众生 那什么是教化呢 通过教育 使众生生命得到了 升华和变化 所以一个真正 发自内心 学习佛法的人 他的生命 一定会得到 升华 得到教化 得到一个 本质上的变化 如果你学了很久 没变化 说明你 实际因缘不成熟 还没学好 这就是 后来又赞叹 说跟阿难说 怎么说呢 阿难当知啊 如来正觉 其智难量 就像法华经 佛仿佛赞叹 佛的功德 佛陀正等 无善正等正觉 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 他的智慧 一切智 道总之 一切总之 三智俱作 确实不是以凡夫的心 不是二成的心 也不是菩萨的心 能够衡量的 所以其智难量 多所导遇 就是 如来可以 对世间的 对初世间的 对恶人 对上人 对罗汉 对菩萨 多所 所有的众生 他的处所 他所出的状态 都能够引导他们 找向菩提 都能够降服 他们的烦恼 欲呢 是指降服 导呢 是指引导 所以教育众生 就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 把我们的上心 给引导出来 一个方面 把我们的烦恼 给粉碎掉 降服掉 这导遇 所以会见 无碍 无能 恶绝啊 因为直到成佛 所有世间的一切 烦恼 无名 通通能够 把它破除干净 所以没有障碍 所以没有障碍 也不能阻挡 恶是恶制 是阻挡 绝是断绝 就是没有人能够把佛陀的正法 恶制和断绝 那你说末法时代是不是魔墙倒入啊 佛法是不是隐藏起来了 不是 法住法界不生不灭 因为它是真理 只差我们大家的自己的发心 向上的力量不足 如果每个人他能够自己发心 找向菩提 那一定会得到很好的教化 所以佛陀说 无能恶绝 没有人能够 恶制得住这个佛法的发展 佛法度众生的力量 谁也恶制不了 除非你自己 把自己遮蔽住了 那没办法 只有有感而不应 佛陀能以一参之力 能助 受命 一百千节 无数无量 富过于此 佛以一参之力 就是吃一参饭的力量 没有多少力量 吃一参饭很简单 以这么小的力量 都能够使他的寿命 住在 这个一百千节 如来住世 住在世间 寿命很长远 而且富过于无数无量 诸根于悦 不以回神 知色不变 光颜无矣 这是什么意思呢 说佛 佛陀的正法 包括佛的这种 六根 它是缠住在世间的 不是指佛的清净法身 佛的圆满报身 也住在世间 但是我们看 释迦牟尼佛千百亿化身 的化身 它随时因缘成熟了 就出现 因缘 缘上了 它就露灭了 但是佛的圆满报身 随处都在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印度讲法 你看 一千年以后 智者大师还能够亲自看到 佛在灵山讲法 灵山圣会 俨然未上 一千多年了 佛还在那里 我们现在很多人到印度灵山都看不见 什么原因 这个事实上是我们不同的时空纬度 我们大家局限在三纬四纬的时空当中 实在太局限 很难超越这个 如果你 因缘俱逐 时空一旦超越了 确实能看见 佛在印度灵山讲法的场景 还是可以看见的 所以佛它是诸节寿命 诸无量节的寿命都有 诸根于悦 观言无异 知色也不变 所以者和为什么 他说如来定会 纠缠无极 与一切法而得自在 佛陀就是一切法自在 叫法王与法自在 所以他说 阿南啊 你要地听啊 敬畏你说 你要好好听啊 现在把佛的正法要告诉你了 那这么讲完以后呢 阿南马上就说 好啊好啊 世尊啊 我很愿意听啊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专言佛净土 专言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净此一报身 同身极乐果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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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